白宫防疫大将佛奇缓解了疫情压力 市场恐慌指数下滑 美债殖利率走升 类股表现航空邮轮股大涨 道琼静阳接近650点 创下三个月来最佳单日涨幅 标普11大板块 在工业和必需消费品领涨下 美股四大指数涨多跌少 道琼指数上扬 646.95点 收35227.03点 纳斯达克上涨139.68点 收15225.15点 标普500上升53.24点 收4591.67点 费办指数小跌 446点 收3807点 欧洲股市方面 新型变异株Omcrum 并正表现温和 也让市场情绪稍稍降温 个股表现旅游休闲股股大涨 3.9% 创下五月份以来 最佳单日涨幅 反欧一甩上周 惨率局势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红 英国股市上升109.96点 收7232.28点 德国股市上扬 210.81点 收15380.79点 法国股市攀升100.26点 收6865.78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字幕 ay线赞 名字幕 ay线赞 这段 则油 会议